大兄姊妹早晨 我是林少奇牧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三章18-38节 愿神的话语鼓励和提醒我们 在经文21-22节记载到 耶稣接受了浸礼 正祷告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 在这个时候圣父在天上宣告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我喜悦你是取自 以赛亚书42章一节 看那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 所揀选 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次给他 他必将供你全给万邦 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所爱和所揀选的 耶稣奉神的差遣到世上来 成就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耶稣也在大约30岁的时候 就正式出来开始传道了 在经文23-38节记载到 耶稣的家谱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 以色列人很重视家谱 因为家谱足以反映他们的根源 身份 地位 和神选民的犹太纯正血统 除了路加福音之外 耶稣的家谱也都记载在 马太福音一章1-17节 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犹太人而写的 而马太的家谱就追溯到阿伯拉罕 当中联名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成就了旧约的预言 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尼塞亚 即是救世主 而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 就是外邦人 即是非犹太人 路加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当 耶稣是亚当的后裔 而亚当就是全人类的始祖 路加为要说明耶稣 不单单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 他与万国、万族、万民都有关系 因为普天下的人都需要尼塞亚 需要耶稣的救恩 在路加的家谱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很熟悉的名字 他们都曾经在旧约有关 预言尼塞亚的经文里面出现过 包括亚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耶稀 大位等等 他们和他们的后裔 都在神的救恩历史里面有份 我们举其中两段经文作为例子 而经文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 优大章始终掌握王权 他的后代要长久统治 万国要向他众共 万民要向他跪拜 另一段经文是以撒下书九章六至七节节六 有一个婴儿为我们移生 有一个儿子将刺及我们 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 他的王国永享和平 他要继承大位的王位 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 从现在直到永远 所以路加的家谱 承认是神拯救万民的救恩历史 神的信实 对世人的慈爱和怜悯 在这里也都向我们显明了 弟兄姊妹下个星期六就是圣诞节 是纪念耶稣基督赶生的日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 反倒虚己 耶稣书尊降跪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拯救万民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高我 叫我传福音吸贫穷人 猜显我宣告 被老的得释放 失明的得罕见 受压迫的得自由 宣告神阅纳人的欺怜 耶稣奉父神的差遣到世上来传扬天国的福音 成就救恩 在这个圣诞里面 我们可以以什么来迎见 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呢 愿神激励我们把机会传扬福音 又愿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我们同心祈祷 称为主耶稣我们赞美清颂祢的圣名 感谢祢爱我们 信服父神的差遣到世上来施行拯救 我们因祢的救赎得称为神的儿女 得平安 喜乐和丰盛的生命 在纪念基督降生的日子 原主帮助我们 尝全感恩的心 并愿意将祢的爱的福音 与还未认识祢的人分享 感谢主谁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一份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